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请这位李先生出来 把你的症状 然后西医怎么跟你讲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来讨论你的病情 我是 本来是一开始我是手麻脚 然后讲到比较这种症状 就去西医检查 还有做很多演算的检查 所以我一直招那个 因为她的判断就是 我的颈椎跟脚椎都 推进来不出 较到神经 其他报告他就叫做 你就留下来开刀 因为我听了 想说跟我太太讨问一下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不要开刀 现在的症状就是 手上面有马脚 下半身就是随时都是马 新的症状就是 脚子站 走路也很小心 也不能跳 有时候走路的感觉是 鞋子掉都不知道 神经已经组成那种症状 没有什么症状 那西医还跟你讲 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不开刀很严重 有时候会瘫痪 西医他们会说果会生果 那你仔细分析 为什么会造颈椎 西医的理论就是 手麻跟什么 跟颈椎有关 但手麻我看那么多 没有一个跟颈椎有关的 跟体伤有关 这个揉一揉就会好 那你现在手还在麻吗 我现在手指间是 麻的感觉就是好像 像我们手去摸筋块一样 动不动的感觉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左手已经不太提了 为什么不能提 提起来这个筋很痠很痛 那你提的时候是哪里痠 我提的时候就会痛 我们来看看 它跟颈椎有没有关 用我刚刚教各位的 我们来判断一下 插腰 你现在这里出力就会痠 痠这里对不对 那我先帮你按按看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会痛 这里呢 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这里就不会了 所以都集中在这里 好 这个既是诊断 也是怎么样 治疗 所以跟这里颈椎有没有关 马上就可以答案了 来 你放下来 你现在再处理看看 有没有比较改善 酸 酸 没有了 酸没有了 我把你拿掉 因为讲得那么严重 说跟颈椎有关 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 有没有关 有 所以异常会不会产生症状 他说这里异常啊 颈椎压迫要开刀啊 那现在我有沒有 处理他的颈椎 没有 所以我是处理这里啊 他现在在找痛啊 我知道找不到而已 我看他有一个动作 一直在握手 这个犯了大忌啊 我说手受伤 他绝对不能做什么动作 过前出力 他老是这样做喔 难免又出现问题了 那好 你现在手还麻 指尖还麻嘛 对不对 现在指尖哪里麻 就是对外面都会麻 食指都在麻 对 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指尖看看 这里是吗 这里是吗 这里有酸 这里都没有 这里是 好 好 你现在再摸摸看你这个指头 有比较轻微啦 有比较轻微啦 你确定吗 两手 两手已经不一样了 好 那你现在脚是怎么样 脚就是很脏 哪里脏 小腿肚喔 小腿肚脏 脏是哪里引起的 上背部 上背部耶 上背部耶 来趴着趴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会 痛的时候跟我讲 这里酸了 这里酸了喔 好 我现在帮他处理的是小腿肚 那有没有效 这样就知道 好 我们起来看看 左脚很轻 有减轻 右脚呢 没有那么脏 没有那么脏喔 有减轻喔 好 你走过来看看 好像动口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际 哦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际 哦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际 那是不是我这样处理 有没有坏 有啊 有啊